吃红薯长胖还是减肥 生血糖还是降血糖 与子鼠有啥区别 香喷喷的红薯 有多少人能拒绝 刻别是在冬天 怀里揣着一份滚烫的烤红薯 那真是稳稳的幸福 而对于红薯的功效 可谓是众说纷纭 有人吃红薯减肥 有人说增肥 有人说红薯降血糖 又有人说生血糖 还有红薯抗癌的说法 在网上流传 与子鼠有什么区别 首先 我们要了解的是 没有任何一种食物 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减肥功能 因为这个世界上 不存在负能量的食物 从这个角度看 红薯有助于减肥 因为像大米 面粉这种主食 虽然单位热量比红薯高 但是其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这是红薯所不容媲美的 食物对血糖影响的参考标准是GI 红薯GI是77 米饭的GI是80 红薯口感虽然比米饭甜 但是二者的GI却差不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 都属于高GI食物 癌症的发病原因非常复杂 健康的饮食习惯 确实有助于降低癌症的发病风险 红薯中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 和很多其他同样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一样 每天吃50至100克的薯类 有促进肠道蠕动 抬善便秘的作用 但是否能帮助预防癌症 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而包括红薯在内许多食物中 还有的所谓火性物质 对癌症的积极作用 薯类家族物种繁多 红薯和紫薯在营养方面 有许多相似之处 不建议对红薯进行油炸 拔丝等深加工 因为这些加工方式 会给红薯带来额外的油脂和精致糖 抵消红薯原本的营养价值